太好了,我们赢了 叶云,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能行 宗主,这一次叶云可是为宗门立下了大功 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奖励他才是 那是自然,宗主肯定不会亏待他 叶云的天赋,只要好生修炼 日后修为必能达到五皇 咦,宗主,你为何面露难色 你我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这一次大笔,是叶云崭露头角的机会 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的天赋和能力 正所谓,金陵岂是池中物 以叶云崭露出来的天资 恐怕小小的开元宗,日后难以再留住他呀 罢了,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 我都不会怪他 人往高处走,谁往低处流 不入风云,又怎能化龙呢 啊,太近了 恭喜你们,完成了这次大笔 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 能够和各大宗门的高手战斗并且走到最后 你们就已经收获了很多 你们的奖励 什么?这次大笔本身的奖励都已经那么珍贵了 居然还有天才战的名额 这是参加天才战的信物 将你的鲜血滴入其中 玉佩便会认主 届时就可以去参加了 多谢杨老指点 好生修炼吧,小子 我很看好你 希望下次天才战的时候 你也能像今日这般优秀 晚辈定不辱命 叶云,没想到杨老居然给你准备了个大奖 这下可以封关回宗门了 叶云,那玉佩能否见我一关 长那么大还从未见过呢 叶云,叶云 好了,楼线散开吧 叶云现在比较疲惫 让他先行休息 有什么事情回宗再说 大家各自修整一下 两个时辰后,启程回宗 是 这叶云比你我二人想的都还要更强一些 再这样下去 这小小的北域恐怕是限制不了他了 在他还没完全成长起来之前 不如先下手为强 看来门主和我想的略同了 通知 恭喜宿主突破制 为王三重镜 不下单要之狗 又突破了两个小镜镜 这退完单果然连不勋传 不过还是要加把进入 天罗帝国的天才战 想必没有那么容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好